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律師馬在前 馬律師 歡迎大哥 大家好 以及媒體人呂文娃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第一次來的這個藝人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陳琼美 琼美好 嗨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非常歡迎 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那另外邀請到的是演科醫師 黃宥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四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什麼是很熟悉的 不過在討論主題之前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琼美 琼美是童星出身 是 她小時候呢 爸媽知道她跳舞 她會舞蹈 結果就被挖掘了 可是她小時候非常可愛 舞跳得很好 是 那麼六歲就當童星了 今年七歲 減掉六十生七歲 今年六十七歲了 逐六十七歲了 真是看不出來 那她的這個已經有兩個孫子了 他的前夫叫慷慨 非提不可嗎 等一下會提到 我們等一下來看慷慨 慷不慷慨 他很小氣 你這樣我節目怎麼做 你現在就已經破題了 沒有 還有更多的可以破 真的 好 那什麼是真心 那錢可以證明是真愛嗎 香港有一個六十五歲的男子 在舞蹈教室認識了一個三十九歲的女生 換句話說兩個差二十七歲 那麼十三二十五天 兩個就散婚了 而且這個男生很大膽地做了一個決定 那是什麼樣的決定呢 文婉 好 其實看了這個新聞之後 我感覺我們要去學那個拉丁舞 因為他們這個男生 就是在香港的舞蹈教室 學拉丁舞 然後透過這個老師的介紹 那你會就是七十七的 為什麼 差二十七歲 五十三加二十七 不計啦 非常 才滿不扣 我要推他曬太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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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身體力壯的 然後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他們就是在這個藉由這個 應該是說舞蹈教室 就是來締結這一個良緣 然後其實他們認識才二十五天 那我們講說二十五天閃婚 老實講聽起來還好對不對 可是大家呢 看看他後面做了什麼大膽的決定 你就覺得這隻的 很厲害 那先講就是說這個六十五歲的這個先生 鄭男 他也姓鄭這樣子 他為什麼會二十五天就決定把這個美嬌娘 娶回家 他說這個女生在他眼中就像衣服一樣 他如果覺得漂亮 覺得寒意 他一定要立刻擁有 所以一定要馬上娶回家 然後第二件事情 他居然因為這個六十五歲的鄭男媽媽呢 可是衣服如果穿 穿久了也把他丟掉 扣掉 可是我跟你講後面他做的事情 就會發現說是真愛 什麼事情呢 因為當時他媽媽在過世的時候 有遺留兩個房子 因為不動產 一個是類似他們那時候講的村屋 價格沒那麼高 但是也價值大概一兩 大概兩千多萬的臺幣 折合臺幣的話 另外是一個超級豪宅 要六千幾萬 加起來臺幣總總統是八千八百多萬 全部過戶給這個女的 這是其一 其二呢 這個戶頭裡面所有的那個什麼 反正那個現金 就他的存款也全部給這個女的 然後他自己一個月 因為他有工作 一個月的薪水 其實也全部都交給這個女的 但是只留一萬五千塊 作為自己的每個月的零用 所以大家說是不是真愛 一萬五千塊的港幣 大概現在大概五萬多臺幣 他說那個臺幣一萬五 一萬五臺幣 他就是省自己 然後但是全部讓太太 就是說我讓我豐盛你 讓你覺得無後顧之憂 讓太太覺得我對你是真心的 那強調一點是現在散 大家就說你毒好大喔 會不會那個這個女生捲款而逃 很多人都覺得說這個感覺居心不良 是不是前面 因為他只講了其一嘛 那前面有沒有什麼鋪排 我們不知道 可是有人乍聽之下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有設了什麼陷阱 或圈套讓你這樣一無反顧 但是到目前他們兩個已經結婚三年 安然無恙 七百萬港幣兩千八百萬的房子 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臺幣六千萬 港幣一千五百萬 這是父母親留給這個男生的 那麼所以總共嫁起來 大約九千萬 九千萬房地產都交給了他 對 然後轎車 銀行存款 全部都交給這個三十九歲的太太 保險受益人也填了太太的名字 對對對 這樣子 這個馬律師 你有鼓勵這樣做嗎 我遇到過這種臨老入花蟲 大概有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就是這個 從來沒有交到過女朋友的 這些老先生 他從來沒有去過 沒有接觸到年輕的這樣的女性 他可能沒什麼免疫系統 所以遇到以後就會奉獻出一切給他 這是一種類型 另外一種類型就是老鳥 就是反正從年輕時代 看到女生就跟衣服一樣 真的跟衣服一樣 每天換每天換 那他對女生也是一無反顧 類似火山巷石這種 酒店看到一個捧一支捧一支捧 但是像這種人 通常他的財產 按照他這種花法 每天過兩三年 換一個女生的話 那麼無私奉獻給女孩子 大概六十五歲大部分都差不多乾了 乾了 財產乾了 因為你常常換衣服 看到喜歡的衣服就要砸多少錢 給他表示真愛 那是不是一陣子 過了一陣子 他覺得衣服舊了 再換另外一件新的 如果是那種老鳥的話 通常六十五歲還能夠 還能夠維持這樣子的一個手筆的話 代表他的每一段的財務機率都很好 好幾件好幾件 一個五百一個五百一個 我遇到過這種 我跟女孩子在一起很簡單 但是我給他一棟房子 給他一些錢 但是我的紀律就是 那是你也都過這麼年輕 這麼迷人的小孩 我說他有兩種 他這種兩種類型 所以我認為 我是判斷如果他這樣子 前面前面的婚姻 我不知道 或前面他的花 風流死我也不知道 如果照這樣子 我很比較擔心吃那種 零老入花蟲就是 可能就沒有談過這樣子的戀愛 你太理性了 你太理性了 然後就這樣 他這個很感性 對 他很感性 沒錯 OK 所以他的個性是這樣 但是我們就不會 像我們就比較理性一點點 金錢成格 可貴 愛情價更高 我們朋友也是去 剛才一個小姐有夠漂亮 醫療是有的 他看到醫療都沒叫不去 不然就像中一屁股菜了 對啊 跳不停 後來他去看醫生說 我是不是戀愛了 醫生說 檢查後面心律不整 這個 心律不整 蹦蹦蹦蹦 我到這裡 那個夜深人靜 很大聲 自己可以 當天就自己的聲音 對 黃醫師 這女的要是捲款潛逃 他賺多了 對啊 我一直在想 那個女的為什麼不是我這樣 你會怎麼樣 不是 我後來是想說是因為 我們如果路邊隨便拉一個 阿婆來問 也知道男人超過四十歲以後 就只剩一張嘴嗎 這不是 你這樣子太挑釁了 馬醫師不同意 沒有 我的意思 當我講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我們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 大部分的人從小到大 沒有經過感情教育 所以才會就是說人家說什麼 你就以為是真 那我自己覺得說 以男性來講的話 比較不會像這個六十五歲的男性 這樣子 就是看到一個女生 突然就把錢給他 因為我們活到四十歲 也沒遇到這樣的男生 當然跟我們不會去跳舞 也也許有關係 所以一直在反覆檢討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我們不可以 而且要跳拉丁舞 對 後來我覺得是因為就是 男性也沒有所謂的感情教育 那他的感情從何而來 我認為他一定是受到了一些外表跟條件的吸引 所以男生因為外表跟條件的吸引 產生了衝動之後 這個衝動才演化成感情 因為從小沒有告訴他什麼是感情 那一旦他認為這個是感情的時候 他當然我說那個四十歲只剩一張嘴 是說你看他說的好像也是很貶義女生 然後這個 像衣服 像衣服啦 我就是喜歡 我就一定要馬上擁有 這也是說大話而已 事實上他有什麼條件馬上擁有 他用什麼來維繫 他跟這個三十九歲的女性的關係 一定要用財產 不然難道是用體力嗎 難道是用六頭肌嗎 不是嘛 你很討厭 真的嗎 明天就有很多六十五歲的男人 證明他們都有 所以沒有 這個互相的 我們女性要怎麼樣 跟這個男性維持關係 今天看到的是一個六十五歲的男性 願意把自己的家產都掏出來 反過來說也是會有女性 願意就是付錢給男生 那無外乎就是我用什麼 去維繫這樣子的感情關係 那很多男生是因為你怎麼跟他講 他都覺得是金錢是第一 然後比較不容易被洗腦 女生的觀念所洗腦 比如說我們女生就會說沒關係 錢再賺就有了 愛情比較重要 不然我先犧牲一下好了 可是你路邊去拉十個男生 來問 有九個會覺得 金錢當然是比較重要 跟我談什麼愛情 如果沒有金錢要怎麼談愛情 可是他因為已經六十五歲了 我相信他有可能覺得 稍稍愛情再重要一點 快樂就好吧 我意思是剛剛把四十歲 當成一個很重要的分水裡 四十歲 四十歲愛情 四十歲麵包 對 好 等一下我們回來繼續 來休息一下